欢迎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跟进我们的最新动态 欢迎收听我爱阅读为您朗读 你好我是黄佳怡 今天为大家朗读500双鞋子 作者是中国的韦韦 丁曼是条千脚虫 它有一千只脚 它一走路就一千只脚一起脉动 要是人用一千只脚走路 声音一定很大 擦擦擦擦 远远就能听见 可是千脚虫走路 虽然是一千只脚同时走动 却一点声音也没有 这么多又这么好的脚 它自己天天看 越看越喜欢 它住在一块石头下面 太阳出来 它就走出来 一边走一边欣赏自己的脚 直到太阳下山 才回石头下面睡觉 本来丁曼的日子过得挺快活的 可自从听说旅行很有意思 就决心要到远方去旅行 这旅行就是天天走路 走很多很多的路 还要爬山 许多好风景都在山上 要走这么多路 要爬这么多山 鞋子一定得结实 于是他决定找鞋架去订做鞋子 他来到鞋匠铺子 鞋架见丁曼要做鞋 就问他 你 你要做什么样的鞋 鞋匠说着 拿出各种鞋来给他看 有黑天德穿的绒鞋 小蚂蚱穿的舞鞋 有甲虫穿的小皮鞋 还有金龟子穿的工作鞋 这么多漂亮的鞋 看得牵脚虫都花了眼了 鞋架一边得意的摆弄着 他那些漂亮的鞋子 一边说 你说吧 你要做什么样的鞋 什么样的鞋 我都能替你做 我 我要做旅行鞋 因为我要出门去旅行 旅行鞋 没问题 我一定给你做得结结实实的 用最好的皮替你做 帮你走遍了世界 鞋子还破不了 那感情好 我要定做五百双 纸 纸双 鞋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五百双啊 你瞧 我的脚就有一千只 蛤 鞋匠差点晕过去 鞋匠低下头 仔细看前脚虫的脚 先看左边 左边 长长的一排 然后绕过去看右边 右边也长长的一排 鞋匠眼睛都看花了 这 这么多鞋 我得做一年 一年 你能等一年吗 鞋匠说 谁让我长了这么多脚呢 一年就一年吧 明年这时候 我来穿你的鞋去旅行 明年吧 说定了 你不用着急 也不用担心 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 明年一样好玩 千脚虫一听 觉得鞋匠说的也是啊 明年旅行 跟今年一样好玩 于是他就回家去 边走边想 哼 我就在家里睡着等 等鞋匠给我做好 五百双鞋 千脚虫睡了 在梦中 他已经穿上 崭新的五百双皮鞋 出发旅行去了 至于 Cinco 鞋匠说的